二零一二年總統大選 台聯拿到將近九的政黨票 獲得三席不分區立委 面對明年七合一選舉 台聯也高度重視 由李登輝學校校友組成的 台聯國政顧問團 今天正式成立 將協助台聯引領政策 對於二零一四七合一選舉提名 國政顧問團建議台聯要集中火力 提出重點人選 由李登輝學校校友組成的 台聯國政顧問團正式成立 台聯黨主席黃公輝到場致議 台聯國政顧問團未來將扮演重要角色 協助台聯政策嚴禮的工作 雖然台聯目前只有三席 不分區立委 兩席直下市議員 和三席縣市議員 但面對二零一四七合一選舉 台聯國政顧問團樂觀看待 尤其在提名上 不建議台聯每個地方都提出人選 而是要集中火力 你要知道我們自己的市立高度 我們的市立有高度 當然我們就要去那邊標示一下 和中協調嘛 這政策本來就是你的命 二零一四年 七合一選舉是台聯的重要戰役 能否繼續壯大台聯的政治勢力 也備受關注 記者林信 彭耀祖台北報導 我們在這陣子中的議員 我們在這陣子中的議員